字幕君 現在報告2月28號晚的新聞 首先國際消息 緬甸全國抗議示威活動持続 軍方28號再次向示威者開槍 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人受伤 据报道,缅甸军方和警察 在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不成功之后 在阳国不同的地点再次向示威者开枪 警方和执政的军事委员会发言人 未有回复要求评论的讯文 据报道,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闻岸来上星期表示 当局正是使用最少的武力来应对抗议活动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27号表示 英国政府将在下星期的预算声明中 宣布提供50亿英镑的额外备款 以帮助受疫情封锁重创的企业 据报道,有资格获得新的直接现金保座的公司 包括70万间商店、酒吧、俱乐部、酒店、餐馆、健身房和法郎等 他们最高可以获得高达18000英镑的保座 英国政府表示 利物资金洗危机期间用于企业直接保座的总金额 达到了250亿英镑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今天在Facebook的专业上宣布 已经接受了由中国制造商国药集团开发的疫苗的接种 奥尔班发放的照片显示 他正在打针并且展示了疫苗的包装 匈牙利上星期三开始接种中国疫苗 到目前为止是欧盟唯一使用这种疫苗的国家 因为欧洲药品监管局还未批准这种疫苗 但是匈牙利监管机构已经允许使用 匈牙利从欧盟方面获得疫苗 但是也将重点放在中国国药疫苗和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上 印度南部发生了一宗罕见的公鸡杀人惨案 一名男子被一只脚上绑着刀片 准备参加斗鸡的公鸡池上流血过多不自身亡 潮市的公鸡将被送往法庭 这名遇刺死亡的男子名叫沙迪十 45岁 据当地一名警官说 沙迪十被攻击的刀子刺中了福古沟 开始大量出血 他在送去医院之前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警方目前正在寻找另外15名组织非法斗计者 他们可能面临着过失杀人非法博彩 和非法举办斗计的指控 在印度 斗计是被禁止的 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很常见 赌徒们在公鸡的脚上绑上刀子或者刀片 希望将对手的公鸡打垮 看看中国人怎样有钱了 中国来的伦敦首席租客 24岁的中国女生租客5厄室豪宅 每月13万英镑租金创纪录 近日英国媒体用这样的题目报道 因为新冠疫情 这位中国女留学生不想租用公寓 加上他希望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租了这间带有私人影院、舞厅、游泳池、桑纳房、健身房和后花园的别墅 这座豪宅地上三层、地下三层 由一个价值150万英镑的玻璃电梯连接 整栋豪宅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标价是3250万英镑 这座豪宅位于海德公园附近 这位中国女生为了确保两年的租约 就通过电汇的方式预付了310万英镑 创带着伦敦历史上最贵租约的记录 这位中国女生 据说张和她的男朋友、牧人、私人、保镖一起 住在这栋日租4246英镑的豪宅中 这位伦敦首席租客 在英国媒体上造成了冲击 据说这位女生是中国最富有的亿万富豪之一的女儿 中国消息 作为东南压最后一个国家 菲律宾已经收到了第一批新冠疫苗 一手坐有中国科兴生物公司60万剂疫苗的中国军用飞机 今天降落在首都马尼拉的空军基地 菲律宾总统都德伊特和内阁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云底菲律宾的疫苗 首先为医疗保健人员警察和军人注射 明天将开始疫苗注射运动 未来几日菲律宾也将收到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 除了中国政府捐赠的疫苗之外 政府也从阿斯利康订购疫苗 53名曾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家初选的参选人 今天1月份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后获准保释 相关民主派人士前日陆续收到了警方的通知 要求在2月28日提前报导 警方当日下午3点表示 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当中的47人 国人不准保释 必须通宵扣留 并将在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消息传出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 日本放送协会等多个国家的大媒体 关于显著的蝙蝠报道 而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在推特上率先回应说 对47名民主派人士的指控令欧盟非常关注 这些指控清楚表明 合法的政治多元化 在香港不会被容忍 他顿促当局遵守对基本法和法治的承诺 释放被捕人员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亦回应表示 以国安法起诉上述香港政治家和活动家的决定展现 国安法被用来消除政治意见 而不是恢复秩序 中超新科冠军江苏苏宁停止运营 上一个赛季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苏宁俱乐部今天宣布停止运营 苏宁现在已经改名为江苏足球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在公告中称 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因素叠加 江苏足球俱乐部 没有办法有效保障继续征战中超阿冠的财长 俱乐部方面透露 近半年来多方奔走尋求承接 以极大的诚意转让俱乐部的股权 不愿放弃江苏足球俱乐部传承的一丝机会 同时将在更大范围内 期待社会人士和企业合谈后续发展事宜 报道认为作为男女足均获得过联赛冠军的顶级球队 江苏足球俱乐部因为投资方 无法继续支撑而宣告解散 显示了中国足球当下经历的寒冬 回到荷兰 美国药品监管局批准在美国市场上 允许使用荷兰莱顿制约公司强生的疫苗 短期内可以为数百万人接种 美国药监局说强生疫苗是安全的 有效率是72% 欧洲药品监管局也将在3月11日批准强生疫苗 如果这种疫苗也获得欧盟的批准 将极大地促进荷兰的疫苗接种策略 不单单因为荷兰订购了1130万剂 而且因为这种疫苗只需要注射一剂 强生疫苗有很多优越性 首先只需要注射一剂 另外可以在普通冰箱的温度中处存 对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士都适宜 对感染轻微和重症患者都一样有效 不过效率稍微有差异 最后讲一条有趣的新闻 一个人第二次当爸爸不是新闻 一个人在路上帮助妻子分娩 也救不上新闻的热度 但当爸爸在气车中亲自动手 为出生因而剪辞带的确少有 而且这是一个政界人士 荷兰自民党的大选候选人阿尔科·海宁 第二次成为了父亲 而且是在路边的汽车中 当有分娩迹象的时候 海宁和她的太太在星期三深夜 连夜赶往医院 但半路上妻子已经分娩 于是她把汽车停下来 帮助妻子分娩 而且她自己在车上剪辞带 并且将照片传送到社交媒体上 海宁在推特上说 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的确充满了惊喜 就好像半夜突然在公路开车 拍着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 海宁目前仍然是自民党议会党团的工作人员 但她有很大机会进入国会成为国会议员 因为她在自民党候选人名单上 排名第12位 有望入选 好,今天的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为止